印尼看护就雇主六口,自己命违 熊熊大火从透天错二楼窜出,烈焰冲天 彰化市南瑶路一栋透天错 昨天凌晨发生火警 防信屋主的妈妈、妻子、二儿子和32岁印尼籍看护阿婷 共四人呛伤送医 昨天凌晨两点多,疑似透天错二楼配电箱走火 看护阿婷发现火事后,大喊叫醒全家人 便搀扶同睡的阿嬷往楼上逃生 防信屋主则抓起棉被灭火 但火事延烧,他与大小儿子赶紧夺门逃生 没想到妈妈、妻子、二儿子和看护阿婷四人 受困三楼,消防员获报到场 赶紧将四人救出送医 但阿婷因严重性,吸入性呛伤 到院前心肺功能已停止,情况最为急 紧急抢救插管治疗,以恢复心跳 紧接着我们紧急给予高氧治疗 目前病人已成清醒状态 我因为肺部能有严重的枪伤 目前能在交病房治疗中 有点应该是在二楼前面的卧室 不过详细的起用原因 然后等我们局的火调人员监视才会知道 邻居表示,阿婷平常有空就推着轮椅 带阿嬷外出,两人感情很好 黄家人对她赞誉有加 希望阿婷能早日康复 东新闻彰化报导 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 每月独家爆料两则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采用当月就发2万元奖金 爆料拿奖一举数得 照片1000,影片2000元 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万元 村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 爆料请打电话或用APP电邮等各种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